EDG的这个冠军拯救了中国电竞 大家好 我是凌晨一点还在高喊EDG牛皮的 巧语游戏专家 作为英雄联盟十年老粉 没有什么比看到咱们LPL 喷起S赛冠军奖杯更爽的事了 当大家都以为会是亚军巨文 没想到最后到手的是个冠军 果然EDG在令人失望这点上 从不令人失望 在S11决赛开始之前 两个大型电竞赛事 中国战队的表现都不能算令人满意 到他方面 TI是国际邀请赛 一路高歌的中国战队老干爹决赛翻车 不仅措施上亿的奖金 还让无数观众换上了猛马PTSD CSGO方面天路战队虽然有所突破 但整体亚洲实力水平有限 无法避免一轮游的命运 最后压轴的英雄联盟项目 成为了今年中国电竞最后的希望 如果还是失败 那么无疑影响整个行业的信心 好在EDG的小伙子顶住了 整个中国电竞行业到底有多庞大 以S11总决赛为例 也许很多人对他的概念 只是全网吧的沸腾 与男生宿舍的半夜好叫 但我们又数句说话 B站的决赛直播 人气达到了近5 电竞行业 总写的中国电竞行业 即使发达到近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